原标题 林浅带哥哥见家长 林陌晨和立志诚父亲起冲突 大舅哥巴标了都说长兄如父 林陌晨也有一颗老父亲般的心 尤其是在壮阔林浅和立志诚的同居现场后 就有一种自家好白菜 被猪拱了的感觉 而还栽不回去了 而且很明显自己在亲妹子 心里的地位没有立志成高 还没过门林浅就开始互端了 自己被气走了 亲妹子也没追上来哄哄 这不就是仗着自己对她的宠爱吗 她林陌晨在商场上叱咤疯人的一个人 对着妹妹的撒娇无奈 却无计可施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她 代替父母去和对方家长谈结婚的事 不得不说 林浅抱着哥哥腿撒娇 林陌晨无计可施 这一段 赵丽颖和周一维两人都演得很到位 尤其是当林浅相反林陌晨的胳膊 却被生气的哥哥嫌弃的推开 赵丽颖蹦的蹦的 去拉周一维的手臂 很像日常兄妹的相处好 这两人的代入感 太强了林陌晨兄妹俩带着礼物 来到了立志成家 可林陌晨一看老立总的状态心里 就咯噔了一下 隐隐不快替自己的妹妹担忧 在饭桌上立志成直接改口叫林陌晨 歌了这声歌叫得很顺溜啊 林陌晨接受了立志成的敬酒 本以为接下来双方要谈结婚的事了 没想到却被老立总给搅黄了 当老立总得知林陌晨在美国搞金融后 就骂了崇洋妹外立志成赶紧打圆场 但当林浅被老立总催生后 林陌晨再也忍不了了 顾不得礼貌直接就抱走了 在他眼里 自己的妹妹可以有很好的未来 而不是嫁过来伺候病重的老人 还要不停地延续香火 对着门亲是坚决反对 之后还私下找到立志成 说可以给他一大笔钱 价钱随他开 谢谢大家